这一讲,我要带你去蓄力管一层的602号房间,去看一幅剧作,那就是《太阳王》路易十四的肖像画,这幅画差不多三米高,两米宽,绝对需要仰望。前面那三节课,讲完了宏大的自由,平等,不爱,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沉重?那么现在,就跟我进入法国关键词的另一个维度,那就是时尚,浪漫,优雅。 我们先来看这幅路易十四的全身像,他的作者教理哥在艺术史上不算出名,主要的画作都以宫廷人物为主,在咱们看来也就是个宫廷画师。但为什么我一定要带你去看,他画的这幅路易十四呢?因为有一个关键词,对理解法国很重要,那就是时尚。而这幅画的主人公路易十四,可是法国时尚行业最重要的推手。在这里我想先问问你,在你的印象中,咱们的古代皇帝画像都是什么样子的?一般都是郑金威作者,挂着一张很严肃的脸,都很少有站着的,对吧? 但这幅画里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可不一样,虽然当时的他已经63岁了,但画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一张时尚街拍的大片。在这里顺便说一句,路易十四和我们的康熙皇帝,可是同时代的人。画里,路易十四穿着拖地的蓝色天鹅绒长袍,上面绣满了代表皇室的金色鸢尾花。他是侧身站立的双腿交叉,左腿在前会拍照的女生都知道,这个姿势是最能拍出逆天大长腿的。而且,为了显摆自己的这双眉腿,路易十四还特意穿了白色的连裤袜,甚至还将� 遮住腿的长袍往外翻了起来,挂在了左肩膀上。他就像个模特一样,左手插腰,右手握着拳杖。由于他左腿在前,你的目光很容易就会被他的高跟鞋所吸引,而且鞋跟还是红色的。紧接着,你会看见他腰上佩戴的那把宝剑,上面镶满了各种名贵的宝石。路易十四的脖子上,戴着的是白色蕾丝的克拉巴特,Cravate,那可是领带的前身。他的头上顶着非常蓬松的假发,脸上露出迷一般的微笑。 这一切装束,在他身后红色维漫的衬托下,显得无比华丽,绝对跟今天的时尚大片有得一拼。听完我这一通描述,你一定会觉得,路易十四是一个沉溺于物质享受,而且还贪慕虚荣的人嘛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,做全世界时尚博主的祖师爷,可不是路易十四的初衷。他这么做,其实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君主专制地位。在路易十四执政72年的时间里,法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。他曾经说过,镇,即国家。可见这位皇帝的权力和野心, 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,以路易十四为首的法国皇室,走了一条造神的路线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,就是一个IP打造的工作,它主要是靠包装国王的形象,以及制定繁复的公平礼仪来实现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包装国王形象。第一条就是掌身高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,个子都很矮,据说只有一米无几。画里的他,脚上穿着高跟鞋,头上戴着假发,这些可都是帮他增高用的。据说路易十四最夸张的一双高跟鞋,跟足足有12厘米那么高。第二是穿华丽的服饰。路易十 路易十四的服装,走的是,繁复奢侈的路线,厚厚的颈段和天鹅绒,金丝银线的刺绣,性感的蕾丝,还有衬衫袖口,那里露出的白色亚麻花边。这些近代女性时装常用的元素,在路易十四那个年代,可都是国王的标配。而且,其他男人,也都会效仿国王,穿成这样。可以说,太阳王在当时,就是男装时尚风潮的引领者。第三是戴华丽的珠宝。你在这幅画里已经看到,路易十四佩戴的宝剑上,镶满了红宝石和蓝宝石 事实上,不光如此,路易十四的皇冠上,还曾经用过一颗重达135克拉的蓝宝石。另外,他还是一个疯狂的钻石爱好者,大概收藏了五六千颗钻石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里,有一串很大的钻石项链,那颗主钻石,叫《希望》,最早就是法国探险家塔维密尔,献给路易十四的。至于这第四条嘛,就是跳芭蕾了。路易十四的芭蕾舞跳的可是很专业的。这幅画里的他,特意穿着白色紧身袜,还把长袍挂在肩膀上,为的就是 要露出他那双跳芭蕾的美腿。国王的这个喜好,也成为神话他本人的一大手段。他这一生,跳了二十七场皇家芭蕾舞,扮演的大多都是太阳神阿波罗,因为皇室想给大众留下这样一种印象。这位站在舞台上,闪闪发亮的国王本人,就是太阳神在人间的化身。而他所散发出的光芒,也一定会照耀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上。上面我所讲的这些,都是国王的形象包装。接下来,我们再来看看,路易十四所做的另一件加固皇权的工作,那就是制定宫廷制度。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� 是法国历史上最为繁复的。皇室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为了清楚划分人的等级。他们认为唯有这样,大家才会将等级最高的那个人,也就是国王本人,当作神一样来膜拜。路易十四这一生,都严格遵守着这套宫廷制度。国王的起床、吃饭、睡觉都有着非常复杂的步骤。而且,他还通过这些礼仪来操控大臣,比方说国王的起床和睡觉仪式,能够去参加的人,都被认为是国王最为亲近的人。当然,将谁选进或者踢出这个仪式,也就是路易十四对他们操控的仪式。 这套宫廷制度对后来的法国影响是非常大的。因为法国的皇宫和咱们中国的不一样,它不是全封闭的,老百姓可以进去参观,甚至是见到国王本人。因此很多的宫廷礼仪,慢慢在民间就开始流行了起来。现在法国男人的绅士风度,以及法国女人的优雅气质,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。在宫廷的宴会上,路易十四还定制了西餐礼仪,对桌子和盘子的尺寸规定,上菜的具体顺序,某一道菜在餐桌上的位置,他都做了极为细致的规定。现在西� 中刀叉的功能细分,以及每个人的分餐制,也都是在路易十四的年代形成的。另外,路易十四还会定期举行宫廷舞会,他会要求大臣们带着他们的妻子,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参加。这就让当时的女人们,开始非常注重自己的妆容和服饰。法国的化妆品业和高级成衣定制业,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的。以路易十四为首的法国皇室,通过打造国王形象和制定宫廷礼仪,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极致。但这,却并没有维持很久。路易十四去世74年之后,法国大� 革命就爆发了。但路易十四可能没想到,他维护皇权,巩固统治的行为,在更长久的时间里,继续发挥着作用。太阳王在位72年,在他之前,法国就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,根本没有什么存在感。但到他统治结束的时候,法国已经取代意大利,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。在他身后的两个世纪,法语一直是整个欧洲的外交和上流社会语言。直到今天,英语里一些高级的词汇,比方说香水Perfume,时髦Chic餐桌上的羊肉Martin等等,都是来源于法语的。那些曾经为路易十四服务的 鞋匠、裁缝、珠宝匠和厨师,他们演化出了法国庞大的生活方式产业,时装、香包、珠宝、法餐等等,在此后的三百年里,一直影响着全世界的高端生活方式。虽然皇室被推翻了,但最会做营销的法国人,却拿着自己曾经为皇室服务过,来作为推广奢侈品的有效手段。奢侈品行业有着巨额的利润,而且无法被轻易复制,这个超级高的行业壁垒,就是从路易十四开始铸建起来的。今天,我站在路易十四的肖像画前,心情其实很复杂 一方面,他不算是一个让人敬仰的贤民君主,但我们今天很多人向往的生活方式,又实实在在地出自于当年他的审美口味和野心。是路易十四让法国人明白,提供一种生活品味,比制造其他任何东西,都要来得更有吸引力。首先,这件大尺寸的肖像画,出自李歌之手,画家精确地描绘了路易十四的经典形象。第二,路易十四的穿着打扮,不光是为了美,更是为了突出国王的华丽形象,再配上他所定制的繁复的宫廷礼仪,太阳王就是用他们来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的。 第三,路易十四的极权努力并没有维持多久,但他却无意中推动了法国的时尚业发展,为后来的法国时尚产业和生活方式输出,建立了强大的基础。 这一讲,我要带你去叙利馆二层的917号房间,去看一幅非常小清新的作品,就是画托先生的代表作《周发西台岛》。整幅画面描绘的,都是情侣们浪漫的,在郊外谈情说爱。浪漫,这个词,好像已经变成法国人最突出的特征了。 而我之所以要带你去看这幅画,也是因为它是绘画史上第一次,画家去描绘世俗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,整幅画给人的感觉,都是非常浪漫和欢快的。 《周发西台岛》创作于18世纪初,画作并不是很大,长近两米,宽一米多。 画里有八对小情侣,画托描绘的是,他们在西台岛上玩耍结束之后,准备乘船回家的那一幕。 恋人们正依依不舍地准备登船离开,画面的背景是蔚蓝的大海,而大地则被涂抹成了金色,非常的诗情画意。 为了将热恋中的情侣们,那种浪漫至极的氛围完全在画布上展现出来,华托可是动足了脑筋的。 首先,他引用了大量古希腊神话中象征爱情的元素。 比方说,西台岛这个地方,就是爱神维纳斯在海里诞生之后,首次登陆的小岛。 你要是仔细看画面的背景,会发现树林里,还隐约藏着一尊维纳斯的雕塑。 另外,画面到处都是丘比特,他们从天上飞下来,围着情侣们,好像是在和他们告别。 西台岛,维纳斯,丘比特,这些可都是古希腊神话中标准的爱情,象征符号。 第二就是情侣们之间的互动了。 华托表达爱情,可不是抱一下,接个稳那么肤浅,他是将恋人之间的那种互相试探和眼神交流都琢磨透了。 所以,画面呈现的是那种非常间接,但又很暧昧的小浪漫。 最明显的,就是前景里的那三对情侣。 第一对情侣优雅地坐在草地上,男人正在女人的耳边轻声细语,女人低头微微笑着,有点小害羞,也有点欲句害盈。 可能是男人讲的情话,太甜了吧。 最可爱的地方是,在他们身边坐着一个丘比特,他特意去拉了一下女人的裙子,就好像是在为他打气一样。 第二对情侣呢,他们正深情对望,男人站在那里,伸出双手,温柔地拉住女人,准备帮他站起来。 而第三对情侣,他们已经完全站起来了,正朝着岸边走去,男人非常绅士地挽住女人的腰,而女人则是依依不舍地在回头望,想来她是不愿离开这个浪漫的小岛吧。 在画里,另外一条关于浪漫的元素,那就是风景的描绘了。 因为浪漫这种东西啊,很大一部分是靠环境撑起来的。 就好像你和恋人去吃法餐的时候,真的只是为了吃他们的牛排吗? 最后账单上,那很大的一部分,其实都是在为餐厅的环境买单。 所以,这幅画的风景占着很大的比例,甚至超过了人物。 华托描绘了布满白云的天空,蓝色的大海,还有偏粉色的山脉。 他特意选取了这些很暖的色调,为的是让画面很有柔和感。 另外,整个背景都盖着一层偏黄的雾色,非常的朦胧,以至于你根本分不清画里的季节,让人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梦幻。 也正是因为上面所讲的这些特点,周发西台岛,被公认为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画派的开山之作。 因为洛可可的特点就是轻松、柔和、精致。 顺便说一句,莫奈也是很喜欢这幅画的。 如果你去看画里的笔触,会发现那是一种偏模糊的,像烟雾般的质感。 另外,画里那些明亮的粉色、玫瑰色、薄荷绿,还有光线的变化,人物轻盈的轮廓,都是让印象派很受启发的。 但,周发西台岛也不全是浪漫,欢快的,如果你仔细看的话,还是能察觉出一些忧伤的。 这忧伤就藏在前面说的三对情侣中。 那对已经完全站起来,准备离开的恋人,女人是在一一步舍往后望的,就是这个女人的眼神,真的让人感觉非常的哀伤。 这是华托独有的标签,即便她每一幅画的主题都那么欢快,但总有那么一个小细节,是非常忧郁的。 讲到这,你对这幅浪漫美丽的作品,看到的已经得一般人多了,但我还想带着你再往前走一步。 要知道,在十八世纪初,华托的这种浪漫爱情画风是很创新的,而且,一经推出,就受到了法国权贵阶级的追捧。 这里面是隐藏的,其实是当时时代的发展趋势。 今天我们在流行文化中谈论的,爱情,其实是在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概念,它也叫罗曼蒂克之爱。 这个罗曼蒂克之爱最早是起源于中世纪的,那是骑士和贵妇之间的雅碍。 它不以婚姻为目标,也不以性为目标,他们就是为了体验爱情本身的那种激情。 其实,人作为情感动物,本能中就会有这种激情存在。 但西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由于宗教和皇权的管束,这种情感在人们的社会和道德生活中并没有什么地位,更不是婚姻的基础。 但到了华托的时代,情况就不一样了。 当时的法国上层阶级,他们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围绕着宗教和皇权,而是转移到世俗生活中去了。 那么,这种世俗化的转变又是怎样发生的呢? 这就又要提到上一节课的路易十四了,这位太阳王在执政期间,君主专制达到了巅峰。 他为了切断贵族与地方势力的勾结,强行让他们都搬去凡尔赛公主,其实就是变相囚禁。 等到路易十四去世之后,贵族们终于获得了自由,但由于常年的压抑,导致了他们变得极度热衷世俗享乐。 而对浪漫爱情的关注,在这个世俗化的转变中,也是非常明显的。 你想一下,西方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的赞扬爱情呢? 差不多是从文艺复兴开始,莎士比亚的那些经典爱情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到了浪漫主义兴起之后,爱情又被赋予了更深刻的价值,因为它强调个体感受的重要性,把个人价值抬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。 所以,爱情观念的兴起也同时激发了个人对自由的向往。 爱情与自由,以及自我实现,就这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。 而华托,他之所以会如此大胆地将世俗男女的情爱呈现在画面里,这背后反映的也是法国的权贵们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。 18世纪初的法国,宗教的地位早已大不如前,科学革命彻底颠覆了大家的三观,探险和殖民也让民众拓宽了视野。 贵族们既有权势地位,也有很好的文化教育资源,所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和文学、艺术、科学方面的人才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接触。 天赋自由,科学认知,这些全新的理念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诞生的,法国的启蒙运动也是这样开始的。 所以,这群贵族才会那么喜欢画脱的作品,因为他们向往浪漫的爱情,那象征着精神上的自由,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。 所以啊,别看这幅画讲的是小情小爱,但通过它,你也要看到,当时的洛可可艺术,在那些奢靡和繁华之中,其实也透露着自由的气息。 首先,这幅画是艺术家第一次去描绘世俗男女的浪漫爱情,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大的欢迎。 因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处于一个世俗化的转型时期,专制的路易十四刚刚去世,压抑已久的贵族们开始尽情享乐。 这幅画的出现正好迎合了权贵们的审美趣味。 其次,华托为了展现画里的浪漫氛围,给人留下欢快而且柔和的感觉,他选取了非常暖的色调,人物也都很轻盈。 这些特征,让这幅画成为了洛可可画派的开山之作。 第三,洛可可绘画的确反映了法国那个时代的享乐风格,但那同时也是个理性启蒙的时代。 人的价值被进一步承认,大家对个人自由以及浪漫爱情都充满了向往。